披头是1966年谢亚球场表演 已知的最后五张海报中的一张 近日出现在了纽约的拍卖场上 舞台剧演员彼得·弗莱德曼表示 这张海报是他小时候在皇后区的家附近 从一个电话亭上接下来的 并放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在过去20年里 弗莱德曼一直将这张海报放在一个箱子里 当他与妻子准备搬到一个小一些的公寓里时 他决定出售这张海报 弗莱德曼一开始将这张海报放在了eBay上拍卖 有人向他开价2000美金 让他大为吃惊 他决定先查一查海报的价值 就将它从网站上拿了下来 当他终于知道这张海报价值多少钱的时候 他将它拿到了拍卖行进行拍卖 海报目前的竞价已经达到了65000美元 竞价将在11月16日结束 2004年时一张海报曾拍卖到过13万2000美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